嗨 小科学迷们 一起来鲨鱼公园学科学吧 这里有好玩的科学实验在线课堂 神奇绘本 科学动画 加入营队 走进大自然 体验屋外探索 小小莎课堂 让孩子爱上科学 我们的建筑 小小莎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啊 不知道今天妈妈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 哈哈 小拉比 你还记得这是什么车吗 嗯 我记得这是救护车 那是有人生病了吗 对 这就是救护车 一定是有人生病了 小朋友们 如果我们生病了 我们该去哪里看病呢 我想你们一定知道 对 就来我们旁边的这栋建筑里面 医院的大楼上都会有一个红色的十字 医生和护士都在这里面工作 所以小朋友们 如果我们生病了就来这里治病 很快就会好起来了哟 小小莎 这个是什么建筑啊 感觉好酷啊 这个建筑是警察局 也就是警察叔叔工作的地方 有了警察叔叔 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的安全和便利 他们保卫我们的安全 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我通桌小星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成为一名警察 警察局的建筑通常是深蓝色 而且都会有一个警徽和公安二字 小朋友们 现在你们知道警察局长什么样子了吗 对了 小小莎 那消防车是属于哪里的呢 哈哈 消防车当然属于消防局啦 这里就是消防员叔叔工作的地方 这样建筑的名字叫做消防局 消防局的颜色通常都是这样的红色 而且建筑上还会写了消防二字 你们认识了吗 终于快到家了 小朋友们 我的家就住在这个社区里面 这里住着很多城市的居民 因为有了社区 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方便 当然 我们的城市里面不仅只有一个社区 还有很多其他的社区 小朋友们 你们家住在哪个社区呢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这么多建筑 现在你们都认识了吗 我是小小莎 一个极智慧与才华于一生的美男子 我们下集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